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私房杂老匠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最近一段视频很火 有一个网红 应该是英国的钢琴家 在街头 伦敦街头直播 中国的游客 刚开始还热情参与 后来要求删除视频 因此在油管上 闹了一大比较大的动静 这是一名在YouTube的油管 拥有200万粉丝的 钢琴表演艺人卡瓦娜 他在伦敦街头直播演播的时候 被中国游客以肖像群为由 要求停止拍摄删除视频 网红钢琴家 而跟对方双方发生了争执 时间很长 卡瓦娜把真实的视频也上传 这引起了最近媒体 尤其是油管网络的争论 那么好 这场风波虽然已经平息 但是争论还在持续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和香港的香港01报导 卡瓦娜是在上个星期五1月19号 在伦敦的一家商场直播演奏的时候 突然遇到一群持着五星红旗 自称来拍电视节目的中国人 询奋自己有否被拍到 并要求卡瓦娜停止直播 理由是自己有肖像权 不愿意被镜头拍摄到 卡瓦娜就向他们解释 因为是在公众场合 所以可以拍摄 而且他也在拍摄 我们在英国不是在中国 表示如果不想入境 你走开就好 争执中有一个华裔的女子 加入这个争执 说他拥有英国籍 希望卡瓦娜尊重他们的权利 而当卡瓦娜手指 这个女性指的虎星虹旗 继续想反驳的话 中间有个中国男子大声说 让卡瓦娜别碰他 企图与性骚扰的进行新的纠缠 双方争执不下 当地的警察赶到现场 并向要求删除视频的人说 卡瓦娜在公共场合拍摄 警方无权该过问 当然你们也无权干涉 这件事 经过卡瓦娜上传的视频 曝光之后 引起了社交平台的热议 网民当然也把它传到 中国的社交平台 微博啊 微信啊 当然现在就有很多的争执 有一些网民说 这个钢琴家不讲理由 不讲道理 但也有赞成卡瓦娜的应对方式 有人说中国这群游客 也是太玻璃心了 首先第一点 这些年来中国人走出去的越来越多 世界各个嘎拉脚都会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他们有钱 愿意到国外去旅游 这当然是个好事 是吧 所以你到国外去拍摄节目也罢 旅游观光也罢 你要尊重当地所在国的法律 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 这本来是一个最前选的道理 也许在中国也不一定有人 会过分的在意自己的肖像权 当然最大的肖像权 就是应该像当局的脸部识别系统 你们凭什么 用我们的脸部识别系统去获取我们的资讯 但是这群中国人估计在国内也不敢 对街头林立的各种摄像头大声说不 他也得乖乖的按照中国的行规 中国现行的维稳的措施 去打做他们良好的公民 但是到了英国就不一样 但是英国也有英国的习惯 英国的法律 英国警察说我没有权干涉 你不因为被入了 你走开就行了 这本来也不是一场可以吵得到现在 如火如荼的争论的风波 但是现在就愈演愈烈 第二点肖像权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其实还是陌生的名词 我们哪有隐私权 我们哪有肖像权 懂得肖像权 懂得用肖像权捍卫自己的肖像权的 应该是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知识水準的 所以我像这些看到视频 应该也是穿着西装隔离 也是打发的听到精神的 我想至少他还是有一点水准 不是到广场舞的大妈 跑到了麦哈顿广场去跳社会主义好 没有 他们还是一本正经的 穿着整种奇迹 要拍自己的电视节目 你拍别人的电视 自己的电视也会把很多别人拿去 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意识同仁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个人以为这不是 不仅仅是文化冲突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街头景象 从各种怯生生的文化自卑 到各种狂大 狂妄自大虚焦的这种表现 其实这些年来 各种国人的玻璃心 这两种的表现 是海外 中国人或者到海外旅游观光工作学习的 中国人的两集 这两集 都有典型的案例 第四点 如果你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我想包括我自己 我并不是要太多在意 自己被涉入其他国家人群的 影像的话 我不在乎 也许我没有这个法律常识 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但我不在乎 因为这不是我要到海外去进行交流 旅游观光的走向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 你有本事 你敢去抗议 当局的各种 无所不在的脸部识别系统 你敢抗议的北京地坚 再后来拿起一个检查你的手机 把你说的这类的 弄走进行盘查 你当时遇到这 你怎么乖乖的 就给予配合 而看到外国人 你就大声说不 而且还整整有词 那么好了 对这一个视频 其实现在的社交平台 已经出现了错综复杂 众说分吟的解读 有赞成的 有反对的 有批评的 有肯定的 不一而足 深层次的文化自卑 往往会表现之过多的强调 自己的与众不同 自己的鹤立羁群 这个实际上有时候 我们在一些外国的大城市 也可以看到这些景象 要么就自卑的不行 要么的狂妄的不得了 土豪 百阔气 要么就切生生的 没有一点坦然 面对公众的态度 这其实我们也接触很多 那好了 有的人读的书不多 他就有自己某种 一般人察觉不到的文化自卑 他就会频频的亮晒自己的苏丹 这是徒增笑柄 这是另外一种玻璃心 我们在这里不去对那些捍卫自己肖像权的 中国朋友 有太多的抨击攻击和表示不屑 我认为也没有这个必要 网络的炒作 有网络炒作的一些规律 外国这个钢琴家 他本身就是网红 是街头艺人 他天天要做直播 而不是因为你一不小心走进他的画面 你才跟他计较所谓肖像权 那么在外国 在伦敦的公共场合 警察是无权过问 你懂得捍卫自己的肖像权 首先你要懂得尊重当地的法律 和其他风俗习惯 这样你就不会经常陷入一个 自寻烦恼 而且往往会感觉有点小题大做 那么是不是小题大做 也许是 也许不是 也许在走出国门以后 懂得用法律害坏自己的尊严和颜面 这邦然比起过去的所有的东西 这应该也算是个进步 但是呢 也应该要有理有理有结 也应该的表达 各方面要有自己的坚持 但也要有自己的避浪 这样子的话 虽然还不至于要做到 路相随俗 但也不至于 这玻璃心一出计划 一碰就碎 这不应该也是个大国公民 本来应该有的形象 我觉得 我说了这些话 未必是小题大做 但是这里面可看到 不仅是文化差异 跟一个国民的健康正常的心理 其实认真地推教下去 我们还可以发现 很多一般的情况下 察觉不到的一些 差异性的存在 而这个差异性的存在 处理得好 会加强中国和外国的 各个族群 人民之间的往来交流和了解 处理不好 不仅为徒增校兵 给自己添加很多的烦恼 国际社会 现在各个国家 对中国人的观感 已经负面到了低点 任何一个中国人到国外去 其实扮演了角色 可能要增加一个自己的义务 尽量以一个健康 自信 积极向上的国人的形象 展示在全世界的面前 让更多的人 通过一些细节 了解中国的进步 和中国的真实存在 这可比你整天计较 你的肖像前 要进步的多 积极的多 而正面的多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了 社会 不错 不错 Nic 不错 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